注射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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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 開運禁令團 在購物時會獲比三家嗎 待會同學是告訴你 誰是天生的購物比價王 其實她買東西 以前是怎麼買 她亂嘛 可是她痛恨吃虧 所以她慢慢就學會 一件事就是 当他不晓得这个价钱 合不合理的时候 他会打电话给朋友 对 贺一行贺大哥嘛 对 他买东西会这样吗 他不是买东西 他对于他的价钱 跟我的拿的价钱 他很在意 因为我不能让他知道价钱 对 他会不开心 会因为省钱 而致富的手名项 有哪些特征呢 待会告诉你哦 你看到一个人 走路是外八字走路的 这种很豪爽 很大方 他可以做大生意 但是钱存不住 那那八字呢 那八字就是比较好 当然这时候一定要 刚刚提过 屁股一定要有 你说屁股没有 还是存不起来 你有成为富翁的潜力吗 从你的潜意识 就可以知道咯 只要下定决心呢 他可是有非常非常大的 那种开创性 而且赚钱的能力 比一般人还要强 只要他硬自力 非常旺盛的时候呢 反是任何的机会 他都不会放过 而且他表现得非常好 你是一个 神效千花大钱的人吗 今天星座排行榜 将帮您解答 比如他认为 他值得投资 他关心的人 他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大方的 帮你买单 然后请你吃饭 没有问题 只要一时兴起 只要一个高兴 就乱买 另外开运小天方 要教你防止破财的小配方 千万不要错过了 我们东森种植谈呢 又有新节目要出入 既这个钻石点唱秀 这么优秀的节目 值得庆贺的节目 这个破一之后呢 哇 现在又有一个很 好康的节目 要補给大家知道 是什么节目呢 那叫做全能估价王 全能估价王 如果是在说什么呢 一定要请主持人 来好好给大家 分析 分析一下 分析 我们很痛苦 我们听不下去了 分析一下好不好 所以赶紧请两位主持人 欢迎我们的凡哥洋帆 还有我们的这个 嘉玉 嘉玉 欢迎 大家主持人好 三位...三位老师好 大家好 全能估价王是 等于是 如果正常的话 是应该是每个礼拜一 到礼拜五的晚上 七点半到八点钟播出 那暂时前几集会有一个 一个小时的播出 特别企划 那全能估价王 其实我跟嘉玉两个一起来 联合主持这个节目 主要里面其实就是 让观众朋友能够了解 最新的市场的一些资讯 一些价格 我们如果在枸杆 我们不要说买米 不知道米家一种生意 对... 让大家知道 哇 这产品 让我们在每一段时间内 有看到 这么多不同的产品里面 这项东西 比如一个扫把 到底是多少钱 就是扫把通常多少钱 通常多少钱 因为还没有讲到扫把 水... 所以说 有很多东西 都是在特别介绍 最主要是说 要给观众朋友来参加 如果估价成功 他就有机会来挑战 我们的大奖 那我们大奖通常在三万 七万 十五万 不等的一个奖品 真的啊 那最大奖通常都是那什么 电脑 42重的 电浆电视 哇塞 双开式的冰箱 哇塞 我的CD 好那不要 其实这个铺权其实这样 通常是到一个高点的时候 一定要跌下来 对 对 既然讲到估价 对于这个买东西 我想凡哥应该也有很多的经验嘛 像嘉瑜应该也有 女孩子喜欢买东西 嘉瑜 对 那你有没有买过很贵的东西 嘉瑜先说好 很贵的东西啊 我觉得我算是省钱一组 就是 就是 我通常都在大陆买很贵的东西 然后在台湾的话 我不常逛街 我都是上Yahoo拍卖 那凡哥呢 你有买贵了 跟买便宜的经验嘛 就是东西买得很贵 买得很贵 买得燙的东西 送到贪到 可是我只记得一次 有一次我跟瓜哥 到日本去 那一次去我们就看到 哇 日本这个面白橱窗 上面一个人 那个橱窗里面 穿了一套衣服 这一套不买回去 怎么可以呢 因为这个就像一个巨星的衣服 哇 那我们就 就一定要买 结果一问价钱 上衣八万 裤子四万 一套十二万台币 我们俩看一看 瓜哥也买不下去 那我也几乎快买 因为去那边也没准备 想要准备那么多钱 结果我就把裤子买回来 四万块裤子上衣都买不起 十二万一套 所以我们就走走走 回到一半的时候 碰到瓜哥的前妻 秀秀 他就跟我们讲说 他看到一套衣服 他就买了上衣 就买回来是一套的 就是我们那八万块 人家他的眼光就很好 就买了 对 那瓜哥就作秀了 所以我买最贵 大概那条裤子四万块 那瓜哥买了那个八万块 可是那个衣服 VASAGE的有个问题 就说他很那个衣服 你一穿一次 人家印象就很深刻 你穿第二次都不行的 所以他就穿了两三次 三次次上做秀以后 可是我觉得 我少了一件上衣 后来我就跟瓜哥讲说 你干脆你那一套衣服你穿过 不然你就整个买我 好啊 你送我 他说 没有啦 那一套八万块 又要我送你 对啊 我送你啦 你是一个大财主持人 你是天王主持人 你竟然把衣服租给我 对啊 那面皮有够的 有够的 他租责帅 一个礼拜 我就是去作秀 那他也说你穿过以后 他也不能再穿了 所以租我一个礼拜 刚好一万块 不行 后来我想一想 划不来 我刚才用两万块 跟他买回来 八万块用两万块 买回来 穿整套的衣 哇 跟他笑 那真的笑 我一样笑 那种好花的一颗 所以我买最贵 大概那条裤子是最贵 就是很多人讲说 或比三家不吃亏 就是买完 好 我在别家看一看 搞不好有比这一家还便宜的 会堵这种运气吗 你会这样子 我比较不会 因为你到名牌店 大概都不能杀家 那那个嘉宇你会吗 我啊 比价是一定要比的 因为女生真的都会 有时候会碰到 比如说这一家店 我卖两千八的东西 我跑跑跑跑 可能五六家之后 只卖一千三 差很多 差跟绿费 真的 所以一定要比价 要比价一下 因为男生通常在买东西的时候 他只是喜欢 然后就想说懒 他就想这家有买的 就够了 就买就好了 他完全也不会想说 那其他地方 是不是有同样的品牌 以及同样的这个样式 因为价格是不一样 女生就会比较细心一点 去做这个比价的工作 所以问一下这个 我们的唐老师好了 有什么样星座的女生 或是男生 应该讲说 什么样星座的人 他在这个购物的时候 他都会去做个比价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拿太阳跟月亮来看 因为月亮就跟名声有关系 也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 也跟你的内在隐藏的本性有关 那太阳星座是你外在的 所以太阳月亮都要看 那他们两个呢 都是风向星座 家喻是双子 那凡哥是水平 他们的两个月亮都一样 是摩羯座 哇 讚 那我们来看了 来 第五名 太阳月亮 如果落到了 金牛座 因为金牛座不喜欢当呆子 他最怕的就是 其实他买东西他只要一个爽 他开心就好 可是有时候跟人家分享 难得分享的时候 被人家说 你买贵了 他很不喜欢这种感觉 他会觉得 其实他无所谓那个钱 但他觉得被人家笑的感觉 很不高兴 没面子 所以他会习惯性地比价 他会习惯性地想说 这东西值不值得 好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月亮 如果落到了 石子座 好 这个比价王是怎么样 你知道吗 其实他买东西以前是怎么买 他乱买 可是他痛恨吃亏 石子座的人是最讨厌被骗了 所以通常他经过几次 这种血泪教训之后 因为石子座的态度是这样 他如果知道吃亏 他就很生气 他就很想退货 很想去理论 然后他就觉得 这样好像也不是很好的事 所以他慢慢就学会一件事就是 当他不晓得这个价钱 合不合理的时候 他会打电话给朋友 你觉得这个价钱合不合理 你觉得打到这个折扣 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下手了吗 所以有些石子座 越来越龜毛 就是买东西越来越慢 石子座就是贺杨 贺大哥 对 他买东西会这样吗 他不是买东西 他对于他的价钱 跟我的拿的价钱 他很在意 他会很在意 他会很在意 他会评估 他会评估 他一直试探我这样子 那通常是你拿得多 还是他拿得多 他因为我也不晓得他多少钱 但他就会试探你说 我们的价钱好像很假 对 说不会 我觉得很合理 他越想越不对 他越想越不对 越想知道 你合了 我说我没打了 结果有一天竟然很好笑 是因为 因为我在录那个钻石点唱秀 那刚好那个估价 我当时因为有一段时间 因为每天 几乎要开会 那他们就送剧本说 什么时候要录影 结果他就送了一个剧本给我 结果我就把贺大哥 就是那个顶唱秀的 贺大哥的那个顶唱秀的 他的合约书 我竟然把他带回去了 那我这种人客气 我真的很不喜欢知道他多少钱 他多少钱 对啊 但是拿他手里也不看可惜 那本来想看看多少钱就好 干脆把全部看完好了 对 现在几乎可以背下来 好像一个剧本一样 所以现在目前为止 就是你知道贺大哥的价钱 而贺大哥不小 不小的 因为我不能让他知道价钱 对 对 他会不开心 我们来看一下第三名 太阳月亮 如果落到了 水瓶座 其实水瓶座是那一种 他对于超过他的能力理解范围之外的 譬如说一个古董 你给他开多少钱 他可能都会觉得 没关系 就当成一个经验 我就接受你开的价钱 可是如果你给他的是他碰过的 他用过的 他知道那个价钱的价值在哪里的 他就不得不跟你计较了 因为水瓶座的思虑马上会飘到另外一个地方 就是你有没有这个价值 那如果我要卖掉你这个二手的时候 你又剩多少 那我会用你多久 然后这个东西到底值不值得我在这段时间拥有 比如这套西装我能穿几次 那我要不要用这个钱去买 还是说这个穿上去以后 他的舞台效果是超过他的一个价值 那他就觉得是可以的 那水瓶座也就是有那个晨晨哥嘛 曾国晨 对 曾国晨 对 所以有时候他们会让人觉得很小气 可是你又会觉得他在莫名其妙的地方很大方 好 我们来看第二名 第二名 太阳月亮如果落到了 两位都上榜了 摩羯座 太适合了 真的很适合 就你们两个人了 没错 没错 其实摩羯座 他会用一种社会化的方式去看待那个东西 很多摩羯座不知不觉就会想到成本 成本这个东西 就是说这东西其实生产出来 譬如这个 它才多少钱 可是如果它是Varsage 后面打了一个Varsage 对 那个牌子 那个名牌 那个人 他是奋斗了几十年才到这个地位 然后他又要打一些什么广告 他觉得那个价值 那个image的价值 我拿了它 人家会尊敬我 我愿意多花一点钱买这个尊敬 为了那个牌子 可是如果不是的话 那很抱歉 那我就要去看 这是什么木头 这是什么镜面 这个东西摔不摔得坏 能用多久 它忍不住这个东西就出来了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太阳 月亮如果落到了 处女座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处女座很奢侈 但是处女座她绝不吃亏 而且她比狮子座厉害的是 她记得住价钱 她都记得住 她逛过哪一家百货公司 什么样的衣服 大概是在这个价位 下一季再来逛 你们涨价了 她那个概念马上就起来了 然后她也很清楚 人家做生意的伎量 到底是什么 那处女座 她是小钱记得很清楚 大钱都记不住 当然说实在 那买东西有时候会展现出 一个人的这个气度 有些人买东西 它可能就是咕咕喽喽 小气 小气得要命 像我们圈内有一些 大家都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非常有名的小气财神 可能是曾国成 对 对 就是曾国成大哥 他就听说他就是那种 在录影间啊 就会把人家的那个矿泉水 没有喝完 他集中一瓶 带走 其实我前大概一个月 我有碰到曾国成 因为我去练高尔夫球的练习场 像我不晓得 可能他真的是有 我觉得那是节俭 我觉得并不是 节俭是美的 对 有点 比较不喜欢自己浪费这样 像我们去打球就是这样 来 五盒 一凡通常叫五盒 因为你叫杨凡 你叫个三盒难看嘛 通常都叫五盒来打 五盒那样来打 那有时候我都打十盒 二十盒这样 那我看他就叫三盒这样 而且是 就是三盒 一般我们上去就 球一放就 就要灰了 对 就是没有球的情况 所以要先灰一下 先示灰一下 因为那都赚到的嘛 其实那是意思一样 你灰干这种 那他就是会用 我觉得他就是用节俭这种 两个字来形成 应该不是那种call的那种 你知道像我听过 有很多那种很节俭的人 像我曾经有看过一篇报道什么的 就看到那种王有庆 王有庆 王有庆他很有钱 对 你知道他这么有钱 可能以前他就是 可能从他平常的一些省 就可以知道 他可以聚集这么多财富 他以前洗澡的时候 你知道那种肥皂 以前那种肥皂 对 他是用干的肥皂 他就开始先抹 抹在自己身上 这样抹完 干的就抹 干的就先抹在身上 就抹 该涂的地方抹完 好 就放回香皂盒里面 好 接下来就用水 喷一点 他就开始搓 泡沫就出来了 泡沫就出来了 省肥皂又省水 省肥皂又省水 然后那个肥皂 为什么会这么省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不要用湿湿 因为通常都是要淋到水 然后这样冲啊这样 对 因为如果肥皂 常常这样弄水弄水 会很快就融化 对 他就用干的 就是这么省 对啊 说实在 就是我们有时候 致富的这个不二法门 就一定要这个开源截流 对 那既然我们就是 有这个开源 我们就要懂得去截流 你才可以致富 对不对 你才可以有这个 这个财富才会聚进来 当然就要问一下 我们的黄老师 从这个我们的手面向 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人 他是容易省钱 然后呢 产生他自己个人的财富 那在面向来看的话 第一个 我们讲各种看法都有 第一个看你伸手的时候 伸手 如果说一个人伸手 这样的话 他这种人一定很浪费 不会存钱 如果说你伸手的时候 他的手合在一起 甚至呢 还有些人有点弯曲的话 这一定会缺 因为他个性就是 个性使然 用钱呢 一点小钱他都要存 这种人呢 每天就看着他的存款布 一点一点存进去 越看就越高兴 越开心越开心 对 就是这种手 这完全是心态的关系 就是说第一个看他伸手的时候 那台湾最神的应该是阿鸡啦 好 第二个呢 我们就看耳朵 耳朵小的人也是很节俭很小气 但是他不一定能够存到钱了 所以耳朵小耳朱大 就耳朵小耳朱大的话也可以 它存 它很缺 存起来 但是最后它还是有点点 可以拆一拆 一块可以留下来 第二个是看耳朵 第三个就是一般都知道 说到财博一定是看鼻子嘛 鼻子最好呢 鼻准又比较尖尖垂下来一点 垂下来的也是一样 他钱财都守得住 因为这两个鼻孔 鼻翼呢 就是所谓的仓库 仓库露出来 钱财就一直花钱花出 花得没有节制 那如果说这个鼻准有点往下垂的话 他的钱呢就舍不得用 舍不得花 那第四项就看你的屁股 屁股 其实屁股我们屁股是存 也是因为算是一个财库 能够存得下来 尤其看他走路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走路 是外八字走路的 这种很豪爽很大方 他可以做大生意 但是钱存不住 那内八字 内八字就是比较好 你不能是内八耶 真的吗 有点内八的 可是内八字通常走路都会这样子 就是 对 对 没有错 就是很 我们说的内八 比如说 逗退路也是真的内八 内八不错 一定很典型这个样子装的 所以基本上 比较偏向于内八的 钱财也比较能够省 结果比较能够存下 我还想起来都外八呢 外八就完啊 当然这时候一定要 刚刚提过 屁股一定要有 如果屁股没有还是存不起来 要有什么样 什么叫有 就是基本上肉圆圆的 有风 当然也不必很大 就是肉圆圆的有弹线 这样的话才可以 对啊 佳玉看起来 屁股有可能大 那比如说下垂呢 下垂的人会吗 你有下垂的人会吗 你有下垂的人 凡哥没有 我下垂 垂很久 他是年纪大垂下来 所以这样会有影响吗 当然都会影响 基本上屁股要点的时候 比较有能够存钱 就是比较稳 我还真的存 不喜欢存钱的那个 喜欢花钱的感觉 喜欢花钱 而且现在的社会说实在 现在都是这个领薪水嘛 那有些人存款又不多 对不对 然后那个薪水又被缩 就常常又被这个减薪啊 或什么 这是很多人 就是现在会遇到的事情 到底有没有办法 在这么少的薪水里面呢 可以创出一番的事业 可以致富呢 就问一下这个 我们的高老师了 就是从我们的开心实测验里面 你到底有没有当富翁的潜力了啦 好 其实每个人财富呢 其实跟性格呢 很有大的关系喔 今天要谁要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你的潜意识 我们测验一下 你有当富翁的潜力吗 好 看一下今天的题目 它说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会一个人开着车 去哪里兜风散心呢 好 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是海边 第二个是山上 第三个呢 是市区 这个几个地方 来做一下选择好了 凡哥 你先选 市区 因为海边我不敢去 山上我也很害怕 OK 好 所以这个凡哥会到市区去 好 那嘉宇呢 山上好了 山上 对 因为我喜欢看星星 还有树的感觉 就心情不好 干嘛要笑我 小孩子 那唐老师 海边 海边 就会觉得很开阔 就觉得很舒服 好 那黄老师 当然是山上 山上 对 就最喜欢爬山 像我的话 我一定会去就是海边 我一个人开车 然后就到海边 可是通常都去不了 因为不知道路 那观众朋友 若许完的话 请高老师来告诉大家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 当富翁的命 跟我们唐老师跟嘉倩一样 如果心情不好 会去海边的话 我们看看他们两位 或是你有当富翁的潜力吗 赶快来看一下 你们是一念之鉴 一定要定定目标的话 才会努力赚钱 否则钱是会留不住的 真的是一念之鉴 好 其实这类型的人 其实他内心深处 是在拔河 为什么呢 他会觉得赚钱 其实蛮重要的 可是另外一个想法 会觉得说 其实人生苦短 干嘛这么的辛苦 所以常常在拔河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 当富翁的话 一定要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要买一个房子 你才会把钱存下来 否则如果钱 买这个买那个 会借来借去 钱就不见了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选这个单 一定要定定一个目标 才会把钱留下来 否则你们的钱 就会消失了 好 跟各位赶快来看一下 这个选择二的到三上去 就像这个嘉玉 喜欢看星星 还有这个黄老师 喜欢爬山的 对 好 观众朋友 选他们两位一样 如果你也选去山上的话 我们看一下 你有当富翁的潜力吗 要努力 为什么呢 因为容易知足常乐的你们 会觉得钱够用就好 不必太计较 真的耶 真的 其实这类型的人 其实大家会发现 他在相处上非常好相处 因为他什么事情 都会觉得OK 没有关系 然后不会强求 那他这类型的人 也许我们会觉得 他金钱上不是这么的有钱 不过他心灵上可是非常的富有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 你的富有的比例呢 是以心灵上来乞教的 选择这个三的 跟这个樊哥一样 市区 市区 好 观众朋友选跟樊哥一样 如果你选这个答案 我们看一下 你有当富翁的潜力吗 来看一下 绝对有 因为你具有默默努力 基金成塔的拼命三郎 赚钱的功力 这类型的人呢 只要下定决心呢 他可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那种 开创性 而且赚钱的能力呢 比一般人还要强哦 只要他意志力非常旺盛的时候呢 凡是任何的机会他都不会放过 而且可以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 你是最有具备富翁的潜力的 而且最重要呢 不仅是开创性有的时候呢 还要守住呢 才会让你的财富呢 长长久久的下去哦 哇 既然当富翁 富翁的老婆一定会想说 花个钱什么之类的 老婆会不会这个想 会不会有买名牌的时候 其实我老婆更爱 其实我发现每一个女生 都爱 只是说 有时候我们会奉劝我们的朋友啊 就说 其实买名牌的心情 就是看自己啦 你如果自己觉得 有的人是因为买名牌 就很欲求要买名牌 如果你久久 犒赏一下自己 偶尔就是过个生日啊 或者什么特别的时候 或者老公多赚一点钱的时候 买一点名牌 也可以过 而且你平常 你还是要到五分谱 去买点东西啊 对 就是说这种感觉如果可以持续 那你就可以有资格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鱼翅跟肉肉捧其实是一样的 吃得开不开心 放就都放掉了 都是一步骤这样 对 但是有点鱼翅味啊 对 那佳玉呢 佳玉你会有想买名牌的时候吗 其实老实说我 我目前为止没有一样东西是名牌的 真的吗 真的 你刚刚不是说不可以不买名牌吗 你干嘛又变了 因为我觉得东西好用就好 那你最贵的东西是买到什么 有曾经 最贵的东西啊 我妈还是会买名牌啦 她买给我东西 对 可能还是衣服上面 那你平常会省一块两块 还去买一些你想要的东西吗 不会 我觉得我花在吃的上面很多 你会省钱然后去吃好的 我发现我的收入 几乎一半都在吃上面 好 这边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唐老师 从星座盘榜来看一下 什么样的人呢 他平常会省一些一块两块 怪了 他花钱是很猛烈的 一斤都花在滚六万块那种 省小钱 花大钱 到底是什么样的星座的人 问一下唐老师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 我们的太阳星座跟上升星座 因为上升星座就是 我们套在这个社会的运作模式里面 你采取的一个风格是什么 那花钱是不是一种风格呢 对不对 省小钱 花大钱 有时候我们就看着这个人 觉得不了解 好 那每一个人的上升星座在哪里呢 樊哥 你的上升星座是在金牛座 金牛 那佳玉的上升星座在天蝎座 那高老师上升也是天蝎 然后我们的黄老师上升是在巨蟹 是巨蟹 也是上升在处女座 对… 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谁上榜了 好 第五名 有奖品吗 有 好 第五名 太阳上升如果落到了 双子座加千上榜了 而且你有 我上榜了 其实很多双子座的人 你只要乖乖地工作 都不会有什么问题 真的 双子座它靠它的工作能力 就可以挣到钱 怕就是怕它常常一念之间 我们刚刚讲那个海边 就是那种所谓的一念之间 比如说双子座 其实是性格中 有所谓的一正一邪 比方说它最近运势很好 手头越来越宽裕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悲剧的开始 因为可能就开始 有一些声音进来 怂恿它投资 怂恿它参与什么 只要讲了天花乱坠 它就心心想 对啊 我捞个偏门吧 以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 我就尽量能够 能有偏才最好 这种捞偏门的心态 通常会使它投资失败 它有很多双子座 它会算 会说 可是它不会遵守 它在讲那个事情的时候 它其实是有计算的 它只要用想的时候 都是OK 可是它马上到那个现场 看到东西 在这样天花乱坠 它就什么都顾不到了 买回家 头脑忽然又清醒 我好像就是 我说的那种笨蛋 就是那种感觉 所以双子座最好 远离花花世界多一点 可能就会钱省多一点了 我们来看第四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 凡哥跟黄老师的 金牛座 上榜 这还不错嘛 那就升得上吧 还不错 可以接受 其实呢 对他来说 东西只有一样 值不值得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金牛座 好像很小心 但是因为他觉得不值得 比如说 其实金牛座可以很大方 比如他认为 他值得投资 他关心的人 他的好朋友 他是非常大方的 帮你买单 然后请你吃饭 没有问题 因为这一群人 是他喜欢的 可是如果他觉得 你这个人 OK 他以后也不会跟你 发生什么关联 那他就会板下脸孔 跟你讲说不好意思 这顿饭 我觉得我们应该拆账 讲得很白 所以有时候 会给人家小气的印象 可是 如果是值得的 包括 我们以前 谢力经有说过嘛 他买了一个古董表 那个表 十万块钱 可是他会升值 这个时候他就一直千金 他就会 他就会买 然后他就会把钱 都花在这种地方 他可能存款也不多了 很多人因为这样 就会觉得很不安心 可是金牛座觉得 No 你觉得存款才是钱 但我认为我所拥有的 每一样东西 都越来越加值 我是很有钱的人 所以我们看他把钱花了 他却觉得自己很有钱 因此我们会觉得 他是省小钱 在花大钱 就是买名画 买名画来这个保值 对 他作用他的城堡 就看你怎么看 就是价值了 我们来看第三名 海洋上升 如果落到了李玉佩老师的 蛇手座 其实蛇手座 是一个蛮蜘蛛必较的 为什么 因为他有这种概念 他知道 比如说 这个东西是可以花多少钱 就买到 就用到 而且用得很好 我为什么要用很贵的钱 去花这个钱呢 可是蛇手座是一个 也跟双手座有点像 他很会替别人省 对 可是他不会替自己省 所以其实蛇手座 如果他变成一个家庭主妇的话 他很快就变欧巴桑 因为他就会刀刀念念 然后就跟你讲说 这个东西明明就是多少钱 他很会教训别人 可是你不要让他自己当财买 因为他当财买 他就完全失了准头 对 然后就只要一时兴起 只要一个高兴 就乱买 而且他买的时候 都会想到说 那我也替他买一个好了 那我又替他买一个好了 这么便宜 那我干脆替大家都买一个 买太多 他常常就变批发商 对 真的 然后而且还赔本卖 因为这么便宜 我为了要告诉你们 然后好像在 我再强迫你买 那我收你便宜 再便宜一点好了 甲后倒休保行的 对 我们来看第二名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凡哥的水瓶座 所以 第一个水瓶座有时候 情绪不爽 就会乱花钱 比如说我工作太辛苦了 我这阵子 真的什么娱乐都没有 也不能跟朋友出去 那个委屈累积到后来 他要爆发 他就用市场来补偿自己 所以这一市场 他委屈有多大 或闷多久 他就会花多少 好 我们来看第一名 省小钱花大钱的是谁 太阳上升 如果落到了十字座 我很节省 很多人 那个罗姐 罗碧玲 喝阳 喝大哥都是 其实很多狮子座 他会有一种很奇怪的观念 你看 比如说他觉得 这东西打折 好好喔 他居然打折了 他就每个颜色都买一件 那到底他是省掉了没有 你也不知道 因为他用买很多 来平衡那个价钱 对 因为我们说市场讨厌吃亏 所以他如果在A店买贵了 看到B店比较便宜 那他就觉得 B店也应该买一件 这样子他就没那么亏 可是其实他就买了两件 对 所以我们说太阳上升 如果落在这几个星座的人 你都有省小钱花大钱的地方和原因 自己要多注意了 没错 小心一下了 当然就我们每个人 在买东西的时候 经常都会不小心 然后损失惨重 对 可能没有货币三家 或者说被骗 或是很有介绍 不一定 到底什么样的原因 问题出在哪里 就赶快问一下我们的高老师了 跟我们的这个 潜意识里面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在这个shopping的时候 在购物的时候 你最容易为了什么事情 就损失惨重了 很可能的 来看一下 好 其实我们常听人家说 有人去shopping的时候 莫名其妙就大失血了 今天怎样测验呢 我们就进入潜意识 我们测验出来 你购物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会让你损失惨重呢 如果要你模仿 你觉得哪一种表情最简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有几个 让你模仿觉得很简单 第一个是这个惊恐猙獰的脸 刷到 很恐怖的脸 好 第二个是恐怖真子的鬼脸 就是眼睛倒掉 然后头发披下来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第三个是装可爱的脸 第四个呢 耍白痴的脸 三 装可爱的脸 来一下 你就说植物 有没有 干嘛害羞脸红啊你 没有 其实我觉得装可爱的脸 很适合我在台上的感觉 真的 对啊 可是我真的 私下这四个我都很难做 真的吗 对啊 叫我装可爱 有时候真的临场来 我会觉得好像 但是他发自内心 他就能做得出来 对啊 对啊 我许也装可爱啊 装可爱 那那个佳玉呢 我觉得应该是恐怖真子的鬼脸 恐怖真子的鬼脸 对 你会吗 就可能就把眼睛那样用到 对啊 可能把眼睛那样 就比较简单 对对对 因为我不想跟房哥一样装可爱 OK好 韩老师 其实我应该会选四 可是我每次装耍白痴的时候 看起来就很恐怖真你 我看一下 白痴 白痴 其实我是在装白痴 可是大家都觉得很害怕 是这样 所以你还是觉得就是耍白痴 OK 那黄老师呢 一 眉目真年 换我的话 我应该是耍白痴吧 耍白痴 怎么耍 耍白痴 百目白痴 快不快 而且装可爱 但是我还在想一下 因为我平常都在装可爱 耍白痴 真的很容易 眼睛一倒掉什么之类的 就这样 这样很像 还好 趕快请我们跟老师 可以告诉大家 你在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到底是为了什么 你会这个损失惨重 好 观众朋友圈 第一个跟我们的老黄一样 他会觉得那恐怖痴硬的脸 他觉得非常的简单 我们就可以知道 黄老师或是你呢 在购物的时候 什么原因会损失惨重 来看一下 想贪小便宜呢 结果花更多的钱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他平常真的是不花钱的 如果要他花钱的话 一定有什么便宜可以占呢 或是说有什么折扣 或是赠品 甚至说他觉得这双鞋不错呢 他会买一整套的衣服 其实他觉得说 只是这双鞋 贪到便宜 可是大家可以知道呢 他花的钱更多 所以观众朋友圈这个答案呢 有的时候呢 花了一点点的小钱 你觉得是省到了 结果呢是花更多的钱 对 好 接下来看看第二个 就是像那个嘉宇是一样 好 观众朋友圈跟嘉宇一样 如果观众朋友圈这个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购物的时候 什么原因会让你损失惨重 也是被鸡看不起而拼一口气 其实这类型的人呢 他非常具有正义感 他会觉得说奇怪了 我这么努力的就赚钱 买东西一定要物超所值 你干嘛要鸡我呢 一鸡我 其实他就会生气 有的时候呢 这有两个角度 第一个呢他会觉得 好 我火大了 我就买 第二个呢他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买 要跟对方或店员吵架 他觉得你现在太过分 怎么可以狗眼看人低 所以观众朋友圈这个答案呢 也许呢也是荷包大失血 也许呢也会肚子呢 一肚子在气 所以观众朋友圈这个答案呢 也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人 所以相对是有正义 也有自尊心强 自卑感也很重 是不是这种心情 没有自卑啦 他是自尊 自尊被裁 自尊被裁的时候 他就会毛起来 对 生气了 好 那赶快来看一下 选这三楼是装可爱的 也很像凡哥一样 好 观众朋友圈 跟凡哥一样 如果你也许 这个答案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购物的时候什么原因 会让你损失惨重 店员的美顿难道 好想 你的笑名 好想你喔 笑不笑 笑不笑 笑 你配合一下 笑不笑 笑 好 清楚 真的 真的 好好骗喔 你卑鄙 你卑鄙就买了 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很多 因为这样子 不管是因为只是在买东西 在任何的一个心情上面 都是如此 对啊 所以我每次只要跟女生 像我跟嘉玉这样工作 我会觉得很快乐 而且有一种快乐的感觉 那你今天还是快乐吗 快乐 对 他不敢说快乐 真的 而且本来不吃檳榔 现在也开始吃檳榔 都看到檳榔 可是真的 我又因为它漂亮而满 真的喔 好 不知道东西好不好用 对 只管它好不好用 对 是当下我看到你 你好漂亮 对 好 其实这类型人 像凡哥一样 溫泉这个答案 其实你很喜欢恋爱的感觉 所以呢 当你看到你 你看到这个店员啊 或者这个服务生呢 长的感觉呢 就是你喜欢那种型的时候呢 再加上它的服务又很好 又很温柔 很贴心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 你的耳根就变得很软了 而且它推销什么 你就觉得不忍心拒绝喔 所以观众朋友选这个答案呢 其实呢 你很喜欢的就是恋爱的感觉咯 好 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选择四的 就耍白痴的 像我跟唐老师 观众朋友选 跟这两位白痴一样 我们就可以知道 动的时候 什么原因会让他们 或是你呢 损失惨重 那种不详的意思 对 你是难得有空逛街 所以呢就越买越多了 对 真的 真的很准喔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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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白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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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 只是因为蠢白痴好不好 对啊 好 其实这类型的人 内心深处呢 你们呢 有自恋跟自怜的倾向 自恋你会觉得说 我工作这么的累 其实呢 我自己也长得不错 为什么不买一点东西 犒赏自己 所以当你工作很忙很忙的时候 好不容易有空档冲出去 买东西的时候呢 你会拼命买 而且你会觉得说 如果少买一样 其实是对自己对不起的 所以观众朋友选择 这个答案呢 有的时候呢 要小心喔 当你很久没有去买东西 一冲出去的时候 就会大失血了 好 所以这个几个要点呢 我们大家都要记取 好了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破除自己的失血 对不对 因为要防止一下 没错 怎么要防止 问一下黄老师 从我们的这个开语小编方 来知道一下 如何防止破财的方法了 好 我今天是用洋仔的方法 这有一些事情你要注意一下 如果不注意的话 就可能就会破财了 我们看一下第一项 第一项就是住宅的中央 就是你住家的正中点 那附近呢 最好不可以有什么呢 厨房 厕所或者是水 因为家里的正中心的那一点 我们就称为就是 钱财聚集的地方 就是整个家里的重心点 如果是刚好是厨房的 瓦斯炉的话 叫做火烧柴 火把柴烧掉了 如果是厕所的话 根本柴神就把它赶走 柴神就不会来了 如果是水或者是鱼缸 家里正中心 你大概看一下那一点呢 水后鱼缸的话 叫水流柴 就钱财都光了 那现在如果是厨房室呢 厨房室还可以 厨房室还没有关系 那如果是书房呢 可以 就是不要这几项就好了 脏东西 那么什么叫做住宅的中心点呢 我这边有一张图 各位看一下 把它画成斜角对角线 两个的对角线的中心点 就是这一个的四周 就是我现在所讲的地方 不可以是厨房的 尤其不可以瓦斯炉 不可以是厕所 不可以是水或者鱼缸 那万一你的家 刚好有缺一角的话 那就把它补起来 因为中心点 有时候人 我们家里不是刚好正正方方的 那你如果万一有缺角的话 就像这样子 它补起来 然后这样画对角线 这一点就是你家的中心点 这一点要注意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第二项 第二项是从你家的大门 住宅大门进门一看 不可以看到这下面这些东西 第一个你直接看到厨房 尤其看到瓦斯炉的话 因为瓦斯炉我们也称为 叫财库 你直接看到就是财肉白了 那当然就会破财 第二个当然不能看到厕所的马桶 厕所马桶也是把那个财神给下跑了 一开门就看到那个马桶 好 第三个直接看到镜子 就是门一打开正前方是镜子 镜子在旁边还可以 正前方就是阻挡财神 财神也不进来了 再下去是金库 或者一开门你看到什么 保险箱 手势盒都算 这也是财肉白 你怎么会放在这个地方 你大门一打开通常是客厅 客厅你直接放金库 像后的保险箱 这个东西应该躲藏起来 或者盖起来看不到 你家的金库 等一下 你家的金库有问题吗 可是因为老师形容那么多 我是说 我打开门通常都看到我老婆 那老公没有关系 会被破财是吧 对啊 又讲到老婆本身会花钱 所以会一直破财 是这个道理的 不可以看到 好 最后一个 就是你大门一打开直接看到后门 那就是前门后门一通直接通 财气 我们通常讲 财一定要长风俱气 钱才能够留在你家 前门后门直接通出去的话 就是一箭穿心 钱财就留不住了 这个也是容易破财 这两个是我们属于洋宅的方面 住宅方面 下面还有第三项 注意你的印章 因为在台湾 印章几乎就是代表你本人 有人去银行 你本人去还拿不到钱 就是要印章 对 不动场要过户 你说我是某某人 不给你过户 你就是要拿那个印章才可以过户 那既然是印章代表人代表钱财那么重要 我们尽量不可以破损或者缺角 破损缺角呢 当然任何都可以一样 木头的啦 象牙的啦 或者牛角的 玉石的都一样 如果这个印章破损或者缺角 这表示你做事情会很糊涂 糊里糊涂 判断不清楚 结果也是破财 所以这个印章也要注意一项 由这几项去注意 我想可以防止你破财 这样的很忌惠的事情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这个凡格 还有嘉宜来到我们的节目 要预祝这个全能估价 收视节节高升 谢谢 好 祝福两位 谢谢大家来到我们 谢谢 谢谢三位老师 谢谢观众朋友收看 谢谢你们 都非常清楚的 通常他是会养老公 因为这么清楚呢 第一个 被老公养 他工作一定很不错 有钱 第二呢 这种本身个性 也一定也是很强烈 就是个性比较强势一点 所以这种会养老公 那如果说是这样断断续续的啦 不太清楚 工作不是表现得很好之外呢 他的个性方面 也比较不是说 你会依靠人家 那这样的话 他可能被老公养 在世界的任何角落 您可以透过 东森卫视 及eTiturday网站 收看本节目